大家好,今天的故事分享名称叫做《当我感到爱》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当我感到爱 当我感到爱,我觉得好像有几把只蝴蝶在我的心里跳舞 当我感到爱,我想跳舞,我想唱歌,我想爬到最高的山上去大喊 我爱,我爱 爱是一种温暖,柔和,安全的感觉 当我感到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快乐,更自信 有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多爱 当一个朋友搂着我说 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当我的小狗抱你舔我的脸 当爸爸妈妈晚上帮我盖上被子说 我爱你,我亲爱的小兔子 被别人爱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属于这个世界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别人认可 哪怕是调皮捣蛋 感觉爱能赶走我的担忧 感觉爱教会我怎么爱别人 怎么爱自己 当我爱别人的时候 我想照顾他们 不想做伤害他们的事 我特别爱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的小狗鲍比 我最好的朋友 斯卡莱特 我更有很多理由爱我自己 结束 小朋友们 你是否像故事里的小白兔一样 有爱的人吗 你能说一说你爱他们的原因吗 如果你现在说不出原因也没关系 但请你记住 如果你的心充满爱 恨和恐惧 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带来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